竹铁习惯机在前面很痛 我看到一只鸡 我看到一只鸡 走路的时候它卷起来 鸡的铁也是卷起来的 走 卷起来 走 卷起来 走 卷起来 走 是一个鸡 所以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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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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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曾经 我把博士留开 那个鸡 这个鸡 就下来了 那个鸡 就从 负在他身上下来了 今天又过来了 那个鸡 记得 当时我给他鸣排的第一件事情 就下了一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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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 但是 当时我给他鸡排的时候 他那个鸡也都看得很感动 我这么愿意帮助人家 那么愿意帮助人家 最后就搞得 好像成了陌路人一样 总是威胁我 他说这个人太为民谈了 那个鸡也对我说 他想要还回去 因为我跟他干的事情白干了 白干了这么多事情 那鸡也看不下去了 鸡也说 要回到那个 那个博士生上去 因为我给他鸣排了 让鸡的灵魂下来了 他觉得我太亏了 然后鸡也说 要回到他生上去 让他的走路不好走 我就算了 这种事情就算了 算了 我应该对他说 你看你有意义的事情去吧 有意义的事情去吧 你再顾在他身上 也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你这么长时间 在他身上也没得到什么质量 算了 你回去吧 这么一说有个记忆 我这么讲 好像对再回到 那脖子上没兴趣 没兴趣 那就算了 那个记忆就走开了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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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